白米就是照叶白,有玉山白,有那个红米叫玉古红,黑米叫玉山带,紫米就叫烟龙紫。 来自湖南楼底新化县水车镇的罗忠林,根据家乡美景,为自己种的每种颜色的稻米都取了个诗意的名字。 水车镇境内的紫雀切梯田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随着农业转型升级,梯田根做成本高昂的缺点逐渐凸显,抛荒问题日益严重。 十年前,罗忠林辞去都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四处搜寻老稻种,创立合作社带领农民种出口感香甜,愁而不粘的五色稻米,深得市场青睐。 这让嫌弃荒芜的高山梯田又重回良田沃土。 罗忠林告诉记者,如今,稻谷产量越来越高,市场上也具备畅通的销售渠道。 在当地政府的补贴和合作社带动下,村民们开始重拾耕地种田主业。 稻浪翻腾,焕发新生机的紫雀界梯田,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千年稻作文化。 临近紫雀界梯田的凤家镇渠江原村,平均海拔一千余米,是新化红茶核心产区。 该县结合当地产茶优势和丰富的文旅资源,着力打造紫雀界茶吕文荣和乡村振兴示范区。 以旅新茶,以茶助旅,助立山区振兴发展。 徐江原村义茶企代表罗欣亮告诉记者, 如今前来打卡游玩,体验采茶的客人越来越多, 给村里的茶农和茶企带来不少机会。 今年还将茶叶生意做到了海外。 罗欣亮表示,茶吕文融合发展对就业的带动是多维度的, 村民可种植茶叶卖给当地茶企, 也可以将土地流转给企业经营, 自己在茶园务工,平时还能生产加工农产品供应旅游山庄, 每逢旅游旺季游客络绎不绝, 推动了配套产业的发展壮大。 原来一家人就都没有, 现在我们这个人有48家人家乐, 现在一些年轻人都开始慢慢慢慢回来, 我们今年有五家, 年轻人回家还是怕人家乐, 回家乡村业了, 他们看到了这个产业的未来, 他们看到了乡村专心的希望。